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密西西比州关于怀孕15州不许堕胎的禁令 他认为联邦宪法没有赋予堕胎的权利 是否允许堕胎应该由各州自行决定 最高法院这个意见无疑将会在美国掀起一场政治风暴 这项裁决在最高法院获得了大多数法官的支持 大家知道目前最高法院是以保守派法官的为主体 九名大法官中有五人支持三人反对 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对密西西比州的堕胎禁令表示支持 但得彻底否定堕胎权利的做法持保留意见 预计最高法院这一裁决将会导致美国南部和中西部 几十个州收紧对堕胎的控制 其中会有十三个州将会自动禁止堕胎 而支持堕胎的人权组织和旅权组织 也将会在各州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 以阻止法院通过堕胎禁令 一美国在先风暴 为什么堕胎在美国如此敏感呢 这就涉及到美国的基督教传统 大家知道美国是个移民国家 当时那一批人最早的移民乘坐五月花号来到了美洲 他们是要建立一个上帝的国度 要建立一个山上之国 基督教是美国一个重要的传统 很多信仰基督教的美国人反对妇女堕胎 认为生命源于上帝的赐予 人没有权利剥夺生命 堕胎无异于谋杀 在芝加哥时 我认识几位虔诚的基督徒和牧师 他们都是坚定的复女堕胎的反对者 他们经常组织一起到华盛顿来示威 但也有很多持进步主义的基督徒 天主教徒以及人权人士支持复女堕胎 认为复女有权决定自己的身体 美国两党也是敬畏分明 民主党支持堕胎 共和党坚决反对堕胎 拜登支持堕胎 川普反对堕胎 拜登总统在白宫表示 现在随着罗伊术维德案的终结 让我们非常清楚 全美各地女性的健康和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最高法院做出了以前他从未做出的事 明确剥夺了一项宪法权力 而这项权力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是如此的重要 拜登指责最高法院推翻罗伊术维德案 关于堕胎权力的裁决是在走极端 称最高法院犯了悲剧性的错误 该裁决实际上抹杀了半个多世纪以来 被视为宪法权力的复理堕胎权力 拜登说今天对最高法院和整个国家来说 都是悲哀的一天 全美复理的健康和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在今天得堕胎这个判决 做出了自己的回应 他指责最高法院攻击数百万美国妇女的基本自由 奥巴马称今天最高法院不仅推翻了近50年的历史先例 还将最个人化的决定留给了政客和意识形态的随意者 美国主要的计划生育组织周五发誓要继续战斗 该组织得负你鼓励称 你可能感觉很多情绪痛苦愤怒迷惑 没事的我们和你在一起我们永远不会停止为你而战 但美国共和党则坚决欢迎这个裁决 前副总统彭斯就这样说 他说应该把这个堕胎保护权丢进历史的垃圾堆 他说最高法院纠正了历史的错误 秘书里州总监察长宣布 在最高法院决定撤销堕胎权后 他们将成为禁止选择性堕胎的第一个州 他在推文上说 对于生命的神圣性来说 这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 他还在推特上附上了一张照片 显示他批准了在秘书里州 真正结束堕胎的文本 二 最高法院诡异的泄密 五月一日 美国最高法院有意推翻堕胎权的裁定 就被媒体披露出来 立即在美国掀起了鲜男大波 五月三日 美国首席大法官罗布茨下令彻查 强调草案写于今年的二月 并非最终结果 不能作为任何成员对该案问题的最终立场 不少舆论认为 美国最高法院有意推翻 宪法堕胎权意见草案外泄 可能标志住全美政治版图的巨变 在这预料竞争激烈的选举年 无疑给民主党一个转移其中选举战略的机会 有策略专家认为 说我不清楚选择本身是否足以吸引大批的选民出拢投票 但我认为 这可以是我们和其他民主党候选人可利用的一个实力 说明共和党人有多么的脱节 目前白宫已经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敦促美国人在11月的中期选举投票中 支持堕胎的议员 以保护妇女选择堕胎的权利 美国26个共和党治下的主要位于中部和南部的州 如怀尔明州 田纳西州和南卡罗纳州准备彻底禁止堕胎 最近几年这些州中 许多州已经出台了限制堕胎的法律 迫使许多诊所停业 最近几个月德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赫马州也禁止在怀孕六州时进行堕胎 据美国之音援引民意调查显示 大多数美国民众支持在大多数和所有情况下堕胎合法 最高法院是真的泄密还是司法智慧呢 三 罗伊树韦德案的由来 这是美国联邦法院 于1973年 对复理堕胎权以及隐私权的经典案例 对于复理堕胎问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复理的堕胎权 守宪法隐私权的保护 此外最高法院对堕胎权的限制采取了严格审查标准 并提出了三阶段标准 最高法院判决至今仍然受到美国社会的争议 部分反堕胎的团体一直在争取推翻判决 而支持堕胎权的人士则要求维持最高法院的判决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案件 因为我在西北大学访学时 专门旁听了美国人权的课程 并且老师还专门放了一部纪录片 讲的就是罗伊树伟德案 说1969年的8月 美国德州一个女服务生叫麦考维意外怀孕了 她想堕胎 因为她的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 她也不想马上有孩子 很多朋友帮她出主意 她想谎称被强暴 但是她没有报警的记录 于是她又想找地下诊所呀堕胎 但地下诊所已经被政府关闭了 在德州当时的法律规定 凡事是堕胎都属于犯罪 除非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 由医生建议堕胎 但是大家可以想这个医生呢 将会承担巨大的法律责任 所以他们一般都不会提出这个建议 于是麦考维想通过法律诉讼赢得堕胎权 而这时雨权运动正在美国风起云游 雨权律师也正等待着这一案件 于是双方一排集合 1970年麦肯维化名曾尼罗 也就是我们说的罗伊 起诉代表德州的达纳斯县司法长官亨利·韦德 指控德州禁止堕胎法律 侵犯了他的隐私权 大家要知道隐私权就属于宪法权利 德州地方法院判决 该法呀侵犯了原告 受美国宪法第九修正案所保护的权利 但是没有对德州反堕胎法律提出禁令 于是罗伊就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上诉 1973年1月22日 联邦最高法院以7比2的比数 认定德州限制妇女堕胎权的规定 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正当法律程序的条款 判决书是由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莱克曼负责其朝 该法院提出了三阶段标准 认为妇女在怀孕期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在怀孕的三个月之内 由于胎儿不具有母体外存活性 所以孕妇可以与医生讨论 之后自行决定是否堕胎 怀孕三个月后 政府应该限制堕胎 但是只限以保护孕妇的健康为必要 在胎儿具有母体外存活性 也就是第24周到第28周之后 政府保护潜在的生命的利益 达到了不可抗拒利益的程度 除非母体的生命和健康遭遇了危险 否则政府有权禁止堕胎 德州禁止堕胎的法规 并为因妇女怀孕期间的不同 而制定不同的审查标准 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 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定 大家知道美国是英美法系国家 它不同于中国台湾 法国和德国的大陆法系 它的区别就在于 英美法系是案例法 或者我们称之为不成文法 法官的判词就是法律 就是规则 法院判案 它是遵循权力的原则 也就是以后的案件 如果情况与以前的判决相似 那就应该遵循以前判决的原则 大陆法系 这是成文法 是制定法典 例如说刑法典 刑事诉讼法典 民法典 民事诉讼法典等等 个案判决不具有普遍性 不能引用 但目前那两大法系 也在融合之中 美国也有了成文法 如伤法典 中国法院判决 也遵循最高法院认定的案例 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不同于中国的最高法院的法官 大家知道 中国最高法院的法官 有些根本就没有学过法律 或者你可以称之为法盲 例如说在胡锦涛时代 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 他就没有任何法学的背景 现在的法官 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周强也只是一个法律硕士 但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都是顶级的法学家 其判斥就是经典的法学违宪 为法学院学生所学习和模仿 下面我摘录了 布莱克曼法官的一部分判词 供大家欣赏 布莱克曼写道 本案会立即令人意识到 他的敏感性和情感性 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 以及由这个问题 引起的犯罪诉讼等 自然我们的任务 是通过宪法原则 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情感或者偏见 我们真诚的按照这个原则去做 正因为如此 我们决意把重点放在医疗 和医疗法律问题的历史上 通过审核几个世纪以来的医疗史 我们可以知道 人们对堕胎的态度 而且我们也会考虑 各种不同的意见 宪法虽然没有明确提到 任何隐私权问题 但最高法院承认个人隐私权 和一定范围内和领域的隐私 应该受到宪法的保护 他们存在于第一修正案 第四第五修正案 人权法案 第九修正案 以及第十四修正案 有关自由的概念中 隐私权无论是基于第十四修正案中的 个人自由权 还是地区法院所认为基于 第九修正案的有关条款 都表明妇女有权选择 终止怀孕 德克萨斯州堕胎法 否定妇女的这个选择 对妇女显然是一种伤害 被迫怀孕生子 还可能是一个女人的生活 和未来蒙上阴影 心理上的伤害 因此更加突出 由于不得不照顾小孩 母亲在精神和体力上承受的压力 另外的一种痛苦是 因为原本不想要这个孩子 也就没有心理 准备去好好照顾他 基于以上的原因 起诉人认为 妇女的权利是绝对的 他有权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方式 用任何理由终止怀孕 关于这一点 我们不表示赞同 在这里 我们承认个人隐私权 包括决定是否堕胎的权利 但这个权利不是无条件的 而且必须受重要的国家利益的制约 综上所述 以德州为典型例子的州 它使州可以根据怀孕时段的不同 逐渐加以限制 只要这些限制符合国家利益 当州出于国家利益考虑 必须参与堕胎决定的时候 医生可以根据职业判断 做出相应的医疗解决方案 总的来说 堕胎应该属于一个医疗方案 医生有最基本的决策权 有趣的是 当罗伊这个案件判决下来 应该说胜诉了 但罗伊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 最后我们做个总结 美国是个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上的国家 堕胎权从禁止到合理限制 再到今天的回归州权 应该说最高法院并没有禁止堕胎权 但他的用意是明显的 他把这个权力 或者说把这个球提回了各个州 美国中南部州将会禁止堕胎 还有一些州也会处于摇摆的状态 美国大多数妇女和人权人士 当然也会强烈的抗议和反对 由于美国中期选举将近 最高法院关于堕胎权的判决 显然有利于民主党争取选票 在俄国战争中美对抗美国因大选而分裂之时 最高法院有关堕胎权的判决 无疑又将掀起巨大的政治风暴 但这就是美国暴风雨中屹立不倒的美国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